大家好我是Mindy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如何买到便宜的机票的一些小技巧 那像说我买过最便宜的机票 就是从英国的伦敦飞到丹麦的哥本哈根 只要400多块台币而已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便宜的一些技巧 想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如果说今天你已经确定了旅行的时间 还有日期地点的话 就是我会建议你赶快订机票 那机票有时候就是你越早买它是越有优贵 你随时去留意一下机票它的价格 因为机票它其实是浮动的 你可能今天看这个机票比较便宜 明天或是说你可能下一个小时看之后 怎么机票它的价格又不一定了 所以经济舱来讲的话如果以台湾飞到欧洲的话 大概是3到5万块不等 3万块以下其实算是还蛮划算 自己买到比较便宜的台湾飞到欧洲的机票 这是从高雄飞到阿姆斯特丹 只要2万2台币 荷兰航空它的官网看到有一些不定期的特卖 所以我就赶快抢了那张机票 如果是海洋的航空公司 它必须要到它登记的航空公司的国家去做转机 像说我买荷兰航空的话 我就要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去做转机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在欧盟境内的国家 像说是从英国到法国啊 或者是说像我从英国到丹麦的话 火车还是说飞机你是比较划算的 以欧盟国家的话大概都落在大概七八千块到 一万五不等的一个机票价格 三千块以下的机票我建议你可以买了 之前就是在伦敦有短期的进修 所以我是从伦敦纳飞到丹麦的哥本哈根 在四百多块台币很便宜 那优惠每次都不一样 我看到是一趟 只是说有一点要特别留意的就是 澳洲有很多廉价航空 它是不包含你的行李重量 可能就是你的托运行李是你要在额外付费 背在身上大概七公斤到十公斤 是它一个基本的公斤数 那之后就是看说如果你有拖运行李 再另外加拖运行李 我那时候从葡萄牙的普洛图 飞西班牙的马德里 葡萄牙航空 那时候大概是一千七左右 那就有包含这个行李 那时候从布达佩斯 然后飞到阿姆斯特丹 没有包含那个行李费用 所以我那时候加到快两千多块的行李费 你如果买廉价航空的话 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那另外就是还有像说 有些廉价航空 它会需要你把登记证印下来 那当你要通关的时候 它就是要需要看那张登记证纸本 如果你是在欧盟境内的几个国家 比较邻近的国家旅行的话 你也可以去考虑看说要不要搭火车 因为火车通常比较不会包含到行李的价格 但是你要去算看看说你的时间 还有你的地点 怎么样你比较划算 因为通常你搭飞机到机场的话 机场都是会比较偏远的地方 你可能还要再搭公车啊 或者说巴士到市区 搭火车它通常都会是在比较热闹的闹区 你可能就不用再花这一段的车程跟时间 哪一个你比较划算 欧洲国内的机票 我有搭过就是从英国伦敦 那搭去英国的苏格兰爱丁堡 费用大概是三千多块台币来回 那时候我有像说刚刚我讲到的 我可能会考虑到火车的价格 但那时候火车 我记得从伦敦搭到爱丁堡 至少要四五个钟头 费用好像也要四五千块 比较起来好像我从伦敦飞到爱丁堡 大概两三个钟头 再加上可能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的车程到市区 这样子我会比较划算 所以我那时候就选择搭飞机 搭飞机就是有一个麻烦的地方 可能限中 譬如说它7-10公斤的个人行李 背在身上的 它是要上机的 所以你在里面你就不可以放说 超过100ml的水深物品 像说我那时候就有一条洗面乳 然后我就放到里面我忘记这件事情 而且那条洗面乳已经快用完 大概超过100ml的 后来海关就是直接又把那个东西丢下来 后来就是假装很好心的跟我讲说 我希望你不要介意 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还蛮介意的 可是也没办法 如果说你没有超过100ml的一些液体包装品的 机场会有那个透明的塑胶袋 你就要把它装在里面 那过海关的时候它方便去做检查 所以这个是要跟大家提醒的点 那再来就是决定机票便宜的因素 它是直飞或者是它是转机 如果说像直飞一般来讲的话 它会比转机还要再贵一些 我住高雄 所以我可能要直飞到欧洲会比较困难 到台北的话 我可能就是要花来回的高铁费 可能要3000块 我就会选择从高雄飞到香港 因为香港它其实转运点 还有像说它的一些航空公司 它会比台北来得多 就像你从台北直飞到欧洲国家 当然看是哪一国啦 直飞到伦敦大概14-15个小时 如果说像我从高雄再转机到香港 然后像我上次搭航空 我大概那时候也大概转机 23-24个小时 我那时候卡达机票 曼六那边吧 北直飞到欧敦的话 至少要4万多块 然后再加我的高铁费用 所以我会比起来 我在高雄转机是比较方便 因为我那时候没有时间的考量 是觉得这样是对我来讲是比较划算 真的转机是蛮累的 其他的航空公司 你就必须在他的国家的机场去做停留 转机 但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去德国 阿提哈的航空这一间的话 囚长国里面的阿布达比 他的囚长他自己出来开的 所以就是说他必须要从香港到阿布达比这边 一定要转机 然后再到德国这样 那我回来的时候 我有安排三天入境阿布达比 好处就是说阿提哈的航空 第一个就是因为他是在联国家那里 所以就是他的油价是比较便宜的 所以他机票相对来讲也有比较油贵 再来的话就是 他那时候还有送96个小时的免费签证 然后先办好他的手续 等待他的签证下来 我就可以入境96个小时 我记得是要入境前两个礼拜再申请 太早申请好像也不行 先申请 然后去德国啊去法国 我那时候去法国的时候才在确认说 他到底这个签证下来了没有 因为如果这个签证没下来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入境阿布达比 所以那时候还蛮害怕的 就是他签证也很快就下来 我们最后停留在阿布达比 要入境海关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很惊险 因为我们第一次到阿波国家 然后就会觉得气氛比较严肃一点 因为没来过 后来海关就是把我们两个女生带到小房间去 第一次到小房间就觉得好紧张喔 到底是怎么样 签证也没问题啊 那什么应该都没问题 而且我们看起来也不是很诡异 这个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海关 他在那个小房间里面 然后他拿着他的手机在追剧 我们就拿我们的签证给他看 然后他就这样看一下 然后他就 他就示意就说OK了 然后继续追剧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 诶 好像跟我想的小房间不一样 我那时候很怕被带进去不知道要干嘛 所以这个真的是还蛮特别的经验 可是他们人质都还蛮友善的 后来就是出境什么都很顺利 其实机票他有没有淡季跟旺季呢 其实我觉得这样看下我觉得是有 因为欧洲的夏天 大概是从五六月开始到十一月这段时间 我觉得机票有比较贵 但你提早买的话 或者是说他不定期优惠 另外的选择啦 冬天的话好像有比较优惠 今天算是欧洲的淡季 像说十一十二月到三十月那个时候 因为他天气比较冷 冬客的意愿就没有那么高 但是冬天也很值得去 因为我那时候二月去西班牙跟葡萄牙 其实还蛮推荐的 那时候人没有到很多 然后天气我就也刚好 像那时候我去巴塞隆纳大概 大概十四十三十四度吧 我觉得还蛮舒服的天气 通常有时候会有不定期的特价 但是这些不定期的特价 你就要去留意看看说 他可不可以更改票价的日期 他的长等他会去更改 或是说他的时间 就是他可不可以退款 机票还要特别去看的一点就是 他的函税 一般他有个机票的价格 那再来就是他还会有函税多少 所以你不要看到机票价格觉得 哇一万可以买 结果他的税可能高达快两万块 所以他是要看这两个价格加起来 有一些国家他的机场税会比较高 像伦敦的那个西斯洛机场 他好像机场税是比较高的 所以你就可以去留意看看 平常都是用哪一个网站 我是用那个Skyscanner去查 我那时候去伦敦短期进修的时候 我也有问我附近的外国同学 问他们都用什么机票的网站 去买到便宜的机票 他们说他们也是用Skyscanner 买到伦敦到哥本哈根 四百多块的机票 的原因是因为我常就是在注意 那个Skyscanner 他会问你说你下一站要去哪里 下一周的优惠是什么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直在看 我想要去比利时或者是说去丹麦 然后再看说或者是一些邻近国家 我没去过的 我就一直去注意那个票价 每一周都会列出几个 比较便宜的地方 然后你再去看看说 你的时间可不可以对得起啊 丹麦就是在我要出发前一个礼拜 我才订机票 然后再去的 所以这个机票的东西就是 它的优惠 有时候也不见得是人品的关系 但是就是 要常常去订那个机票 就跟股票一样 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买便宜机票的一些技巧 参考看看这样 如果说对于影片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欢迎留言在下面 那我也回复 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欢迎订阅分享再加按赞 下一站我要分享哪里呢 那最终我的YouTube 你就可以知道咯 那我们下一次见 掰掰